好 下面我们来看更为精彩的第九课的第二段 这个第二段说 Recently the New York Animal Medical Center made a study of 132 cats over a period of 5 months 最近纽约动物医疗中心那么在五个月期间针对132只猫做了一个研究 纽约动物医疗中心这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一个这个术语表达 咱们知道就行了 做什么一个研究 对什么什么做了研究 make a study of 这个是个老知识复习了 make a study of something 是不是等于study something 去研究某个东西 咱们还记得吗 在第三课《无名女神》中说过 动词变成名词之后 前面加make后面加off 我们当然说discover可以变成make a discovery of 对吧 大家可能还记得 这是对什么什么做研究 左边这个表达更为正式一些 那么我们再问大家 如果表示对人性做研究怎么说 大家可能还记得 人性在第四课中双重生活中讲过 叫human nature 是不是可以说 make a study of human nature 对人性做了研究 那么进一步 更进一步来推广 我们说对人性做了仔细的研究 怎么说 那一般同学可能会这么说 叫make a study of human nature carefully 对人性仔细的做研究呗 这个表达不能说错 但是不地道 为什么呢 咱们比较一下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咱们看一下第26课怎么说 126页第五行 第126页第五行 在第三册子出现了 advertisers have made a close study of human nature 广告商们对人性做了仔细的研究 咱们在当时第三课说过 大家还记得吗 既然你把动词变成了名词 你原来用副词修饰动词 现在是不是应该改成 用形容词修饰名词了 study something carefully 是不是可以说 make a careful study of something 咱们还记得吗 在名词前面加形容词来限定 而且本文中的close 比那个careful更加形象一些 close不一定是表示离得很近的 可以表示仔细的 跟careful是同一词 而且这个词更形象 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科学家 拿着放大镜离得非常近的 仔细的在研究每个细节 对什么什么做仔细研究 就make a close study of something 还是那句话 看过再写听过再说 这个更稳妥 这有旧知识复习 也有新知识的讲解 好 那为什么专挑这个132只猫呢 我们说了 all these cats have one experience in common they had fallen of high buildings yet only eight of them died from shock or injuries 所有这些猫都有一个共同经历 它们都从高楼大厦上掉下来了 然而呢 仅仅有八只猫死于冲击力 或者是白上 咱们先看个这句话的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冒号前 它本身是一个简单句 所有这些猫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 冒号后面这个 they had fallen of high buildings 这个黄颜色的句子 可以看作前面one experience 做它的一个同位语 一个共同经历是什么呢 这个共同经历就是 它们都从高楼大厦上掉了下来 可以看作前面one experience它的同位语 然后这个yet在本文中是当连词来用的 我们知道yet表示然而 既是连词又是复死 在这只能解释成连词了 表示对前半句 这个黄在白颜色的句对它一个转折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仅仅有八只猫死于冲击力 或者死于外伤 是这么来说的 好 把语法看完之后 咱们看一些词法的一些细节 首先那个有一个共同的经历 这个有共同的什么什么 漂亮的书面语 咱们是第一课知识的复习 用的是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有一些共同的 have something有这个东西 in common是后制定语 共同的什么什么什么 放在名色后面来限定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说过 人们对美洲诗的描述 有很多共同之处 咱们在第一课是不是讲过 because people's descriptions of the puma had a lot in common 是不是当时讲过 had a lot in common 如果此期复习同学应该还记得 有很多东西 什么东西呢 共同的东西 是不是有很多共同点 共同之处就好了 这是有共同的什么东西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有共同的表达非常非常丰富 我们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达 但我们先通过例句 来看一看例句的变化 我们先说一个句子 这两个物种之间 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特征特点可以用features 物种叫species 单复出同行 是不是可以说 these two species have certain features in common species注意单复出同行 one species two species 当然在美国 也有人都是species species都行 species都可以单复同行 有某些特征 什么特征 共同的特征 就是有某些共同特征 某些放到前面 共同的in common是后置领域 刚好翻译了 有某些共同特征 对吧 可以用它 但是有共同的 除了这个固定的表达之外 还有一些更简单表达 比如直接可以用动词share share something注意 不但可以翻译成分享或分担 甚至还可以表示有共同的 有一样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对历史有共同的兴趣 we share an interest in history 不能翻译成我们两个人 分享对历史的兴趣 那兴趣怎么分享 我们对历史有共同的兴趣 都可以这么说 那你像刚才 这两个物种有共同的特征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these two species share certain features 就不用后面那个in common了 它本身包含这个含义 像本文中 所有这只猫 有共同经历该怎么说 all these cats shared one experience 不能说分享的一个经历 有一个共同的经历 你看有共同的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或者只用share something share 表这个含义 到了新看见四册 咱们还会碰到 还会碰到 好 这是一个重要表达 有共同的该怎么来说 咱们把它搭配背起来 什么共同特征 they had falling off high buildings 他们都从高楼大厦上掉了下来 从什么上面掉了下来 用的是fall加借字off 从什么上面掉了下来 offoff 离开吗脱离吗 可以 从是不是也能用from吧 我们看看是不是也出现了 在第十二行 咱们看这颗书第十二行 第十二行 there are plenty of high-rise windows to fall from 有足够多的高楼的窗台 让它们从那掉下来 fall from也行 还有一个表达 咱们再看十二行末尾 十二行末尾看这个 one cat Sabrina fell 32 stories 有一只小猫咪叫素兵娜 从三十二层楼的高度掉了下来 这个fall 就一般过去是fell 是极无动词 它没有加借词 也对 那么等于是 亚历山大通过句子告诉我们 从什么地方掉了下来 有三个表达 fall of something fall from something 或直径fall of something 都可以表示 从多高的地方 从这个位置掉了下来 这个off和from 要么死一个 要么两个都死 但不能都活着 三个表达都对 它都用上了 一方面是交给我们 用这个不同搭配 二来也是告诉我们 写文章不能重复 否则你光知道 这某一个搭配的话 文章就雷同了 上下文写作就雷同了 后面说 然而执拗八只猫呢 因为外伤或冲击力死掉了 这个die from 这个借词顺便可以说一说 这个die from something 是因为某事而死掉了 如果加借词from呢 这个借词更强到外部因素 只是更侧重于强到外部因素 什么一个事故啊 什么一个车祸啊 因不外部 这个外部因素 比如说die from shock or injuries 因为冲击力或者因为外伤而死掉 die from a wound 因为一个伤口 一个长刀口而死掉了 die from an accident 死于次事故 这是一般强调外部因素 但die of something呢 它一般更强调内部因素 更侧重于内部因素 尤其是饥饿 疾病悲伤等等 那悲从中来嘛 也是里边来的 我们看例子像 die of a disease 死于一个疾病 die of anger 死于这个饥饿 die of grave 死于悲伤 就疾病 饥饿悲伤 更常见用off这个词 它有一个小小的侧重 这个你想本文中 这是外部因素 die from用得好 大家看第二侧 新概念第二侧 第77颗里面 第二侧的第77颗里面 As there were strange marks on the x-ray plates taken of the mummy Doctors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woman died of a rare disease 这是因为疾病死了 因为在S光的底板上 有些奇怪的斑点 给木乃伊照的S光的底片 所以医生正在努力想发现 是否当年这个女人 就是做成木乃伊这个人 在生前是不是死于怎么样呢 当时是不是死于罕见的疾病 因为一个病死掉了 叫die of something 这个用的倾向 这个侧重点是好的 再比如说 在第四侧的37颗 这个句子很长 咱们看大一 这是那些令我们 最不愉快的发现之一了 什么发现呢 我们大家都会做出的发现 哪些发现 第一个 我们一定会用这个方式 慢慢身体每况愈下 并且即便我们躲过了 注意这个 不反正如果 反正即使 四次会讲的 即使我们躲过了战争 事故 还有疾病 我们也最终呢 会因为年纪太大而死掉 老死了 Die of old age 你看因为老 年纪太大死掉了 内部的因素 Die of something 这个用的也是对的 所以总结一下 Die from 多侧重于外部因素 Die of 一般侧重于内部因素 但必须指出 这只是一个倾向 绝对不是严格的限制 在当代英语中 这两个届次的差别非常模糊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相反的例子 也会出现 而且大的趋势是 越来越多人喜欢用off 而from 渐渐用的少一些了 但在考试时 我们按照大多数人的 倾向侧重来用的话 这个是最稳妥的 注意 这不是严格限制 只是一个倾向 使用频率上的小的区别 后面就说了 Of course New York is the ideal place for such an interesting study because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tall buildings 当然 纽约对于这种有趣的研究来说 是一个ideal place 是一个理想的场所 ideal做名词 就是我们的理想 作为形容词 叫理想的 但注意 这个词没有比较及和最高级形式 理想的就是perfect 就是完美的 最好的 这么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的是高龙大厦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tall buildings 咱们讲过 No跟shortage 这两个词是个双重否定 绝不缺乏 就是有的是 类似于中文证 这个有的是 这个shortage呢 本来表示缺乏 部署不足 你像我们说食品短缺 food shortage 人手不足 staff shortage staff咱们第四课当时讲过 就全体员工 某个单位全体员工 在第六课 那个杂出账抢劫 这个里面讲过 一个单位的全体员工 就staff 人员短缺 人手不足 可以用它 而缺乏某个东西 大家可能更熟悉 比较通俗的 这个搭配 就be short of be short of 就缺乏什么东西 这个搭配可能更通俗一些 你比如说 we are short of money 我们现在比较缺钱 用短这个词 我们现在比较短钱 就是这个差钱 用这个可以用 那么也可以说 the refugees are short of food 这些难民们 缺衣少穿 没有食物吃 食物短缺 可以用be short of 这个结构比较通俗一些 但是以后呢 我们不妨可以用高级的书面语了 用什么呢 还是把它 厕重名词 把这short的名词化之后 变成shortage 然后呢 咱们用这个结构 there is a shortage of 什么什么什么 表示缺乏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肯定句 这是这个单纯的否定句 因为shortage 前面没有另外一个否定词 在否定它了 单纯是否定 就缺乏 没有某个东西 就好了 而且注意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无论后面跟的是 不可数名词 还是跟可数名词的复数 在前面一定说 there is 或there was 不能用there are 或there war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中心的主语 这个名词是shortage 我们看例子 there is a shortage of food in the refugee camps refugee camp 叫难民营的意思 在难民营中 缺少食物 这个food 食物是不可数的 当然用there is a shortage 肯定没问题了 但注意下一句话 there is 依然是there is there is a shortage of nurses and doctors in the area 这个地区 缺少护士和医生 护士和医生 当然是附属名词 但为什么一样用there is呢 注意 它是护士和医生的短缺 它中心名词是shortage 所以依然用there is 这个很容易错 这个很容易错 把这个记住 那么以后呢 我们顺便可以记住 它的反应搭配 就是两个否定 变成肯定的 有的是 there is no shortage 而且记成了刚才 那个there is a shortage 的用法 无论后面是可数名词 复数 还是不可数名词 前面一定是there is 因为中心名词 sortage 对吧 本文中呢 你看是这么用 because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tall buildings 尽管本文中后面用的是 tall buildings 复数名词 但前面一样用的是there is 所以英语中啊 这个 培根说的写作 使人精确 确实有道理 确实有道理 但是本文中 是不是也能这么来说 因为有的是 是不是还有充沛的大量的 是不是有个搭配叫plenty of 可以表达很多吧 这里有很多高楼大厦 如果用plenty of 它是修饰后面的名词的 这是本文中就改成 because there are plenty of tall buildings 这个时候tall building是中心词 plenty of是修饰它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主要一致 要用there are plenty of tall buildings 但上面要用there is 这两得的注意 可以替换 但注意 那一动词不要弄错 你看在下一句话中 就出现了 there are plenty of这个大飞 接着往下看 下一句话出 马上就出现了 它说 there are plenty of high-rise windows used to fall from 这里有很多的高楼大厦的这个窗台 让猫从上面往下掉 fall from 就是刚才的fall 再加其次off 是一样的 这个high-rise高楼大厦 windows used的窗台 咱们知道就好了 后面它举例子了 它说你比方说吧 它说 one cat Sabrina fell 32 stories yet only suffer from a broken tooth 有一只小猫咪 Sabrina 后面是这个猫的名字 同位于叫素兵娜 这可能是小母猫 这是女孩子的名字 fell 32 stories 咱们说了 fall 可以直接跟兵语 表示从这掉下来了 从32层楼上摔下来了 咱们这个story 咱们在第三课 无名女神中讲过 表示楼层 一共有多少层 而那个floor 是表示第几层 大家还记得 从32层楼上摔下来了 怎么样 it only suffer from a broken tooth 然而只断了一根牙 这句话明显 是举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就观点给理由 下面举个例子 来证明确实 这个猫有九条命 这个suffer from 这个词用得好 表示经历一个痛苦的事 suffer from something 有的时候可以把from 这个词去掉 差别不太大 suffer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经历痛苦的事 经历倒霉的事 有没有from 差不太多 这两个一般能够替换 咱们看书后题 49页第12题 49页第12题 好 快些 49页第12题 咱们看这题 它说 有一只猫从32层楼上掉下来了 然后看选哪一个 从逻辑语法是通顺的 应该选哪个 当然选A是正确的 Even so 即使是这样的 这个猫呢 仅仅断了一根牙 有特别说 she only suffered broken tooth 是不是少打印了一个from呢 没有错 你看后面那个 she only suffered a broken tooth 根本中 suffer from broken tooth 是一样 这借词from是可以去掉的 这个B选项 Although 尽管它只断了一根牙 这就错了 为什么呢 如果用 Although的话 那么后面这句话 就光是一个从句 没有主句了 Although是个从属连词 不可能的 Modover表示此外 而且表示递近 这个是不对的 本文中不是递近关系 In spite of是借词短语 更不对了 如果加借词的话 后面就不是句子 是个借词短语的 这不可能的 所以选A 但注意后面suffer 跟那个后面的from 是可以去掉的 本文中说 猫只断了一根牙 这个比中文好 中文中说 只断了一根牙 但英语中用suffer from 它充满感情色彩 甚至会看到猫的痛苦 咬一叫 牙舌了吗 断了一根牙 这个词 比我们一般的 干爸爸的词 它有味道 你像我说 我有失眠症 这个人说 I have insomnia 我说 I suffer from insomnia 我有失眠症 这suffer from 是能感受到 这个人的痛苦的 有点词比较精彩 咱们造一个句子 体会一下 一个叫 迈克的司机 出租车司机 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 然而呢 只舌了两根肋骨 一个叫迈克的出租司机 我们可以说 一个出租司机 后面家同意叫迈克 跟本身素兵大的 猫的名字一样 然后出事故 是卷入了这个事故之中 可以用be involved in 严重的车祸 车祸会叫car accident 然后呢 肋骨叫rib 只断了两根肋骨 是不是suffer from two broken ribs 因为两只断了肋骨 痛苦就好了吧 咱们复述一遍 这个句子很简单 咱们试试看啊 先说一个出租车司机 one taxi driver 名字叫迈克 怎么样呢 was involved in a car series 严重的 car accident yet 然而 only suffer from two broken 肋骨 ribbs 这个同样的 后面的suffer from 这个事用的精彩 就断了两根肋骨 是能看到这个出租车 这个 司机当时痛苦的 下面 医生说 cas behave like well trained paratroopers the doctor said 这个behave 是行为举止表现 这like是像了 说猫的行为举止 好像训练有素的散兵似的 well trained 是训练得很好的 这well是副词了 paratrooper是散兵 这当尝试能知道就行了 是医生说了 医生解释 为什么呢 后面进一步说 他说 it seems that the footer can fall the less likely the less they are likely to injure themselves 看似 它掉路的距离 要是越长的话 它们伤害掉 自己的可能性 反而都越小一些 你要从二楼摔下来 背部死了 从十楼摔下来 这猫反而都不死了 你要从月亮上摔下来 就倒不了地球了 总而言之 它越高越不死 首先我们看 it seems that 看似是这样的 我们看the further can fall 我们看这个furder 这个比较集 我们知道它是来自 far的比较集 far的比较集和最高级 有两个形式 第一个 在后面加ther和thest father furthest 第二个呢 是把它换成fur 再加ther 还有furth hest 就furder和furthest 这两个 如果表示距离上的远 用只能量出来的距离的远 那么在英联邦国家 用furder 用furder 这两组都可以 这两组都可以 但是在美国呢 一般表示距离的远 只能用furder furthest 用这第一组才可以 所以本文中 the further can fall 如果是个美国老师判决的话 他可能会认为这个furder是错的 为什么呢 在美国表示距离的远界 只能直接加ther 和最高级thest 在英国呢 这两组都对都可以 很明显看到本文中作者是英联邦国家背景 本文中作者三册是亚历山大亲自自己写的 他本是英国人嘛 用这是对的 但美国呢 只用further和furthest 表示距离的远近 但是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 有一点一样 如果表示抽象的远 就是更深入的 更进一步的 这种抽象的远 无法用尺来丈量的 那么一定都用further和furthest 表示抽象的 绝对不能further和furthest 这个是一样的 比如说further development 进一步的发展 不能用further 不可能的 further investigation 更深入的调查 这个更深入的多深的 没法用尺量了 用further 这都不能用further 这个要去记住 好 那本文中又出现了 越怎么样就越如何 这个句型 本文中翻译成 猫钓的距离越远的话 它们伤到自己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时候注意 这句型大家可能熟悉 两个句子呢 都是形容词或副词的比较及前面加定词的 分别放在两个句子的句首 如果是这样的语句的话 记住前半句是从句 后半句白颜色的是主句 先翻译从句 后翻译主句 前面这个从句 类似于一个条件状语从句 为什么呢 比如说看这句话 the harder they worked the hangrier they became 他们工作的要是越努力的话 他们就变得越饿 前面是从句 后面是主句 先翻译从句 后翻译主句 但是这个越怎么样 就越怎么的句型 考试中有个变化 你看这句话怎么翻译 they became the hangrier the harder they worked 这也是比较及加定词的 但你注意 在第一个白颜色的句子里面 它没有放在句首 而是放到正常语句 放到became 这个词后面了 而且放到正常语句的时候 这个the是可以去掉的 没有这个the也行 第二句话 使用的是the harder they worked 但注意 如果是这么一个语句 就前面是陈述 后面的加比较及放在句首了 这个时候一定记住 前面是主句 后半句是从句 一定先翻译后面句从句 再翻译前面主句 都是先从句后主句 你不能这么翻译 不能翻译成他们变得越饿 他们工作就越努力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这怎么翻译呢 他们工作越努力 他们就变得越饿 这个语序是这样的 没有第三个语序 我再重一遍 两个的加比较及分别放在句首 那么前面是从句 后面主句 从前往后顺序翻译 如果第一句话中的加比较及放在句中 第二个的加比较及放在句首了 那么只能先翻译后半句再翻译前面句 为什么 这说后面是从句 前面是主句 没有第三种 不可能前面放在句首 后面放在句中 两个都放句中 没有只有这两个形式 第一个形式顺序翻译 第二个形式倒过来翻译就好了 而且我们说了 如果第一个在句中的时候 这个的都可以去掉 有没有的都是正确的 在英语中特别讨厌 这说法灵活 这很麻烦 对吧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看这个248页 第20行到第22行 第55号里面 248页 第55号 第20行到第22行里面 咱们看这句话 A telescope would have to be as far away as a planet Jupiter to look for life in outer space because the dust becomes thinner the further we travel towards the outer edges of our own solar system 这个句子有些难度 他说 这个望远镜呢 恐怕得像这么远一样才行 到什么远呢 像我们这个行星啊 木星这么远的位置才行 才能够呢 呃 寻找外层空间的生物 这个Jupiter本来是众神之王Jupiter 后来可以用它指最大的行星 叫木星 太阳系的行星 这个望远镜呢 放到木星这这么远 才能寻找外层空间的生命 为什么呢 because因为 注意 这个thinner 比较急 前面那个the可以看的省略了 它放在剧中了吧 后面the further 放到了后半句的句首了 那说明后半是从句 前面是主句 一定先翻译从句再翻译主句 倒过来翻译 该怎么来翻译呢 因为我们像我们solar center太阳系来 像太阳系的边缘行驶的越靠近边缘的话 怎么样呢 这个灰尘就变得越稀薄 那这个望远镜呢 看的就越清晰 那么越靠近太阳的时候 灰尘越厚重 这望远镜看就看不清了 是这么一个 而不能翻译成 灰尘变得越稀薄 我们距离这个太阳系的边缘就越近 就是越靠近太阳系的边缘 是不突顺的吧 我们行驶距离越远 就越靠近太阳系的边缘的时候 灰尘会变得越稀薄 这个句子必须反过来翻译 因为它的语序已经决定了 对吧 前半句放在句中 后半句的 加笔就放进去了 这是一个小秘密 还有一个小秘密 咱们把这个越怎么样就越怎么样 这句型特别讨厌 秘密把它揭实清 这种句子里面 如果主句的主语 我说主句啊 主句主语太长的话 还经常可以倒装 但不倒装也行 此话怎讲呢 咱看这个例子 The younger the child is The more is the child need to sleep 两个的 加比较及分别方的句首 说明前面是从句 后面主句暗示起来翻译 前面的从句说 这个小孩子要是越年轻的话 越小的话怎么样呢 The more 你注意这个is 倒装了 为什么呢 第二句话是主句 主句主句 它的主语是 The child's need to sleep 孩子对于睡眠的需要 这个逆词名词了 这个名词短语太长了 所以用倒装 The more is the child's need to sleep 但是记住 这个倒装绝对不是必须的 咱们用陈述语句 The more the child's need to sleep is 也是正确的 在这个时候可以倒装 但是倒装并不是硬性的要求 这是第二个小秘密 就是这个句型中 主句如果主语太长 可以倒装 但不是必须倒装 还有第三个秘密 第三个秘密 第三个秘密是什么呢 第三个秘密是在越怎么样 就越如何这个句型中 如果未语动词 无论是从句还是主句 如果未语动词是必动词的话 那么必动词可以省略 只有必动词啊 而且只有这个句型 别的句型不行 如果在里面出现了必动词 无论从句还是主句 那必动词可以省略 这个省略也绝不是必须的 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 The younger the child the more the child need to sleep 孩子越小 对睡眠的需要就越多 你看这句话也是完全正确的 看似这个句子没有未语动词 其实两个is都被省略了 你两个都不省也可以 省一个去一个也可以 这个省略也不是必须的 哎呀这个很讨厌 那咱们看看第四册的第七课里的句话 第四册的第七课 就是讲蝙蝠这个首 咱看这句话 the further of this solid obstruction the longer time will elapse for the return of the echo 固体的障碍物 objuction是什么障碍物呢 距离要是越远的话 那么这个回升返回的时间 就会越长 就是回升返回的 for the return of the echo 是修士主意longer time的 这个是定语 主意的后制定语 后制了 未语动词will elapse 这时间会消失掉 这elapse是时间消失的意思 固体占物越远 那么回升返回所需要的时间 就会越长 两个的都放在分句句首 说明先翻译从句 后翻译主句 按顺序翻译 但注意你发现从句是没有未语动词的 the further of this solid objection 没未语动词 省略的我们说一定是必动词 才相当于the further of this solid objection is the longer time will elapse for the return of the echo 前面的is被省略了 这后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可以省略了 所以大家发现英语不好学 光是一个越怎么样 就越怎么句型 里面变化就这么多 现在我们先把它讲清楚 如果记不住 或者还不明白 没关系 我们随着课程深入 后面还会碰到类似句型 咱们还会复习 但是老师把这个制点 本身已经讲清楚了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好后面又说 in a long drive they reach speeds of 60 miles an hour and more 在一个长长的掉落过程中 它们可以达到每小时60英里 甚至更多的这个速度 这个没什么说的 这句话简单 后面说 at high speeds falling cats have time to relax 在很高的速度之下呢 这个坠落的猫有时间来放松 来调整动作 落地时呢 以正确的动作落地 就不会死掉了 这个speed前面的介词at 是咱们第六课知识的复习 第六课知识的复习 speed如果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 前面的介词呢 用at用with都可以 你看at great speed with great speed 这个speed前面没有贯词 后面没有复数 这不可数两个都行 但如果speed当可数名词来用的时候呢 那么这只能与at搭配就好了 咱们再看例子 at a speed of 60 mph 咱们对这个数 对吧 以每小时60英里的这么一个速度 at a speed 具体的速度了 前面有n了 就只能加at 就好了 就是不可数呢 两个都行 可数呢 只能加at 所以这个考试中考的时候呢 咱们记住 都不用看题概 只要考speed这个词的介词搭配 咱们不用看 直接选介词at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能考可数名词 因为不可数名词的话 两个介词都对 那单选题呢 这题没法出了就 所以只能选at 都不用看了 直接选at就好了 这是这个这个这个 肯定是在考可数名词 不可数两个都行 你看本文中呢 使用at是对的 为什么 本文中speed是复数吗 是可数的 前面叫at 我们再复习一下第六课里面 就是这个三十四页的第十四行到第十五行 三十四页十四到第十五行 这个抢劫用了三分钟就结束了 为什么 for the man scrambled back into the car and moved up at a fantastic speed 这个用的是at 这里只能at 不能with 为什么 他说at a 是可数名词只能用at 不能用with 对吧 我们再看另外一课书中 在二十五课 请看一百二十二页的二十三行 到底二十四行 一百二十二页的二十三行 到底二十四行 Though the new rudder was fitted at tremendous speed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Cadizac to win 尽管这个新的船舵ruder 被用非常快的速度把它安装好了 但是Cadizac后这个船要赢 已经是不可能了 因为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你看这个speed在这是可数不可数呢 前面只有形容是tremendal的修饰 但是没有贯词 后面也没有复述 这是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用at 用with都行 我这里用的是at 当然也是正确的 这是不可数 但是可数名词呢 只能加at 这就好了 这个我们做一道当年的托福的老托福语法题 咱看这道题 I think John will win the race 第二人说yes he started off 什么a fantastic speed 第一人说我认为约翰呢 他将赢得这次赛跑 但是的 他start off 表示动身出发的意思 咱们在第十课会讲到这个搭配 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 fantastic speed 是不是跟咱们第六课讲的搭配一样啊 咱们一看考speed的见词搭配 甭想了 只能选择b选项 对吧 他只能考可数名词 因为不可数名词呢 ab都对了 这题就没法出了 只能选at就好了 好 这是一个旧指点的复习 我们看到这 后面最后说 they stretch out their legs like flying squirrels 他们撑开他们的四肢 撑开这个腿 好像这个flying squirrel一样 这是什么东西 咱们一会会说 这个stretch 撑拉拽 特别像中国字 拽那个词 我们再读一下 stretch 伸展开 拉开 拽开 伸开四肢 增加空气阻力 这个意思 伸展开 咱们看另外一课书中 204页的第27行 第44课 204页的27行 You can enjoy the extraordinary sight of unbroken cloud plains that stretch out for miles before you 你可以欣赏这非凡的美景 又看到这个 extraordinary 词了 对吧 非凡的美景 什么呢 一直没有断开的云彩的平原 一直没有破碎断开的 是不是叫绵延的 咱们中文中不翻译的云彩的平原 中文翻译的云海 绵延的云海 什么呢 云海呢 在你面前绵延数英里的云海 就像我们那个弹棉花一样 把这个都摊开了 在你面前绵延数英里的 是不是撑拉开拽开 小猫撑开四肢 这动作类似 这么撑开的这么一片云彩 可以这么来说 stretch out one's legs 表示撑拉开四肢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注意 如果去掉这个out 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你不信看 第204页的第13行 还是204页 还是44颗 204页第13行 You can stretch your legs on the spacious legs 你可以在宽敞的甲板上 是怎么样呢 stretch one's legs 注意 这是固定搭配 刚才那个stretch out 是字面的意思 撑拉开他的腿 但stretch one's legs 固定搭配 是什么意思呢 做得太久 出去走一走 做得太久之后 这个腿呢 这个血脉不流通了 咱们出去走一走 活蹬活蹬 叫stretch one's legs 就是你坐船有什么好处呢 坐火车的话 没地方去散步 坐船的话 船舱里待得太久了 可以出去走一走 就是出去 坐得太久 出去转一转 这如果用朱自清的话讲 就更好了 就是疏活疏活 筋骨 抖手抖手精神 这个叫stretch one's legs 但是跟本文中加out之后 完全不同了 英语中 确实是个精细的活 有时少一个字 多一个字 意思都会发生彻底的变化 像什么呢 like flying squirrels 这个like是这次像的 后面译文翻译成 像飞行中的松鼠一样 这个犯了常识错误了 松鼠尾巴大 不能当降落伞 它不会飞 flying squirrels 是另外一个动物 咱们先读一下松鼠这个词 Squir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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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松鼠 那什么是flying squirrel呢 大家可能在人与自然或动物世界里见过这种动物 咱们可以翻译无鼠 有的时候翻译飞鼠 叫flying squirrel 它是松鼠科的一个动物 但是呢 在四肢之间有这个连接的皮肤 就像蝙蝠一样 它可以从一棵树滑翔到另外一棵树 你跟它滑翔的时候 是不是跟猫坠落时动作类似呢 四肢撑开增加空气阻力 这个 所以并不是飞行中的松鼠 蜿蜒舍出的树里面偶尔也会有错 这是胡适先生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做人要在有疑之处不疑 做学问要在不疑之处有疑 我们做人交朋友 本来这个人做了什么事 既然我是朋友 我信任你 我不怀你 做学问不一样 要在不疑之处有疑 正式的出版物教材中就没有错吗 有疑问 咱们查一查 这个地方确实有问题了 好 最后说 This increases the air resistance and reduce the shock of impact when they hit the ground 这个简单 他说这样一来 这个动作呢 就增加了air resistance 增加空气阻力 并且减少了这个 这个撞击时 这个冲击力 这个shock 当他们碰撞到地面的时候 when they hit the ground 这时候呢 所以呢 猫就死不了了 这个文章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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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解释性的文章 咱们在最后呢 再看一看本篇的这个本文的篇章的大概一个分析 它是典型的现象解释类型的说明的那些文章 说猫掉下来不死 然后解释是怎么回事 然后举了个例子 最后专家医生说法来解释之 你看整个文章脉络特别清晰 而且写的非常有趣 首先题目 飞猫 题目新奇引起读者的兴趣 猫怎么会飞呢 到了最后明白 有个动物叫飞鼠嘛 叫flying screws 所以呢猫像它一样 猫好像也会飞一样 题目新奇有趣引起读者兴趣 猫没见过会飞呀怎么回事呢 第一段就引出这个话题 先引文出现说猫特别迷人 大概是怎么个迷人略作传出 然后引出这个主题 它说最迷人的地方 就在意它九条命 为什么 坠落实不死 引出这个现象 下面第二段开始解释 为什么掉来的不死呢 先介绍一个有趣的研究 并举了素兵纳 这是猫的例子 然后借用医生的话呢 展开解释原理 这是增加空气阻力 然后它不死 你看语言这个非常风趣 非常生动 说它像训练有素的散兵似的 像那个无鼠飞鼠一样 到末尾它点题了flying squirrels 刚好点到题目中flying cats 哦 这个飞猫是从这来的 就像飞鼠 这个飞鼠一样 所以它不会死 所以是解释一个生活中的现象 又解释它的科学原理 但本文中却不枯燥不矮板 写得非常生动 非常有趣 也是不可多多的好文章 最关键的是 这篇文章中出现好多重点的知识 包括咱们的越怎么样 就越如何这个知识点 还有重要的双重否定句型 希望大家 把这棵树反复多次收看 不是因为李老师长得好看 李老师比较难看 但李老师讲的知识点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多次反复收看 记好笔记 直到把它形成自己的本领 第九课重点文章 我们跟老师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